太平千国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 我们现在对太平天国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并不是每一场农民起义都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历史中的农民起义有好有坏,虽然太平天国的起义对动摇清朝的统治有着良好的作用,但是从太平天国的本质上来说,太平天国其实就是一场比清朝还要恐怖万分的塞祸。 是大半个神州大地上的徒族。 国学大师钱穆说,太平天国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可能真是因为领导层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太平天国最终仍是走向覆灭。 其在历史上更是留下的诸多荒唐作为绝对让后世无数翻阅清史的人责舍,由以七首红袖权为甚,做下许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在让人唏嘘。 现在能看到的太平天国的文件,绝大部分来自满清,而太平天国自身的文件以所剩无几。 也就是说,在历史的客观评价方面,太平天国方面等同于被剥夺了发言权。 太平天国最早代表的是农民阶级,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又是以西方的宗教为基础。 很多发展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实情,所以,在发展过程中,自然也陷入到了很多的局限性和困难之中,最终走向失败。 可是红袖权呢? 骄纵诗音,残暴不忍,几乎就符合一个昏军和暴君的形象。 虽然在起义前期,他提出过天朝前母制度,这种为百姓着想的政策, 可是到后来就单知道自己做皇帝梦了,根本没有去实行。 这也是太平天国运动饱受指责的原因,可是红袖权呢? 骄纵诗音,残暴不忍,几乎就符合一个昏军和暴君的形象。 虽然在起义前期,他提出过天朝前母制度,这种为百姓着想的政策, 可是到后来就单知道自己做皇帝梦了,根本没有去实行。 这也是太平天国运动饱受指责的原因。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